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凡是很難的 了 你說 究竟人們上班有多難嗎 你說如果這樣走 真是投魂的 你不投魂也差不多了 七座橋下 湖頭電梯就去七步 他之前有地鐵艦出來 走過不知多久才到 終於有扶手電梯 我們看看實際的地方 這裏呢 合川釣魚城 這就厲害了 這個呢,為什麼叫做合川 這個合川釣魚城有很多輝煌故事 那他就在說,這個故事要說回宋朝 因為那時候南宋幫助蒙古滅了金 然後蒙古怎知道一句不好聽 就走來打回宋朝 那由蒙古邊打下來 他那時候已經打到歐亞版圖了 其實他打算滅了南宋,把兵力調去打歐洲 但是怎知道來到這個三城,嘉寧崗 其實他是三條崗的併留位置 嘉寧崗、浮崗、渠崗 因為他的部隊這裏又起不到雲梯 然後又圍不到城 然後再加上這個很堅厚的城,伊山而起 下面有一條河,根本就是二手難攻 然後直接不斷射箭、發炮 然後將那時候蒙古王殺死了 然後令到內亂,大家知道 蒙古一內亂就很多王爭 令到南宋偏安了二十年 如果不是有這件事,就絕對不會發生 就是有南宋偏安二十年 如果不是的話,我想那時候蒙古已經打到 可能非洲打了很多地方 因為他集中了兵力在這裏 是啊,所以這個地方 為什麼後來呢 因為到了忽必烈,做了皇帝之後 就帶兵 然後就贏了很多南宋的地方 南宋的皇帝投降 那時候廖漁城還未投降 但是因為年年天汗 然後文不聊生 然後很多人沒有食物 那時候有十萬人 於是他講明說,我投降得 但是你不能逃城 因為蒙古很喜歡逃城 因為打很久,他很生氣 那些人要抵抗 所以這些全部都是他當時的城牆 用來射那些蒙古人 然後就歷時三十六年 終於被蒙古兵拿走了 這個地方 所以是一個很值得驕傲的地方 這個合川釣魚城 所以就到... 蒙古人都是我們中國人 有什麼分別呢? 即是他以當地人 會覺得他抵抗這個城牆 還保留得很完整 這個地方 所以... 即是這些城牆 就是當年的城牆 是啊,沒錯 那些洞是射箭的 射箭啊,射炮啊 那些都有啊 哦,就是 這個呢 就叫做大竹石刻 這個就是中國八大石刻之一 為什麼會有這個大竹 其實是有一千年了 就是南北朝受起的 因為當時有一個折道士 折道士 其實屬於那些叫諸侯 那其實他很衰的 就是造殺很多人的 然後呢 就... 因為想死了之後 不想落地獄 於是呢 就起了這個大竹石刻 然後呢 他擺了五萬瓶石像在那裡 五萬瓶 是很漂亮的 那為什麼... 喂,你看到那些顏色呢 還很漂亮的 哈哈 還很... 右下角 還很漂亮的 那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呢 它是一個摩懷山 這樣也很漂亮 這個... 你現在供奉這個中間 那個是什麼來的 好像說吳瓦哩精那樣 是佛陀來的 然後之後 它還有很多 很大的千手千眼觀音 很多觀音佛像 很漂亮的 是石道 是雕出來的 它雕出來的 它雕出來的 它雕一放下去 它是滑一些穴道 它其實是個山來的 嗯 然後呢 它在每一個滑芯 它之後呢 它一直滑 屁股 就變成一個 好像天然屏象 因為這樣可以擋起很多魚 擋起很多陽光 就令它氧化小了 那是什麼事情 現在長得很漂亮 其實這是裡面的 梨擺在 минál安置 那就是長時間... 長時間都是沒有被陽光照射到 那些事情太醋了 這樣日本 dat port 你那色是軟色的嗎 其實它是原色呢 原色口 所以很漂亮, 作為中國的八大石刻之一 因為它上面是一個天然屏障, 擋了所有東西 所以就這樣, 因而 這個就是屬南竹海 這個也是一個我很喜歡的景點 因為屬南竹海是一個大自然的竹林 它這個是多少人撐, 三、四個人撐 就是遊覽船, 竹佛 它有森林行的, 它裏面有四百種不同的竹 四百種不同的竹 差的是竹佛 竹佛 如果你說竹佛裡去, 真是很浪漫 我搖共對慶舟飄 整條入腮, 眼瞧瞧 好, 下張 竹佛裡會搞事 這個很像俄虎藏龍的竹林 就是俄虎藏龍 是, 俄虎藏龍在拍的 十面埋伏 俄虎藏龍在拍的 屬南竹海 屬南竹海 俄虎藏龍在拍的 四百種竹 不同的 這麼多的 還有瀑布 現在四百種竹, 英文應該有學名的 我們只知道它是Bamboo 有的, 但要研究 它有寫英文的 這是什麼 這個 這個就是它的瀑布 在裏面, 它會走很多森林 中間有些, 因為它有條河 然後它就是沿著河 就有瀑布 有人說 不是整條入腮, 眼瞧瞧瞧瞧 是整條入腮, 眼淚水倒飄 馬鈴那麼大條 好少見 還會轉彎那處在奇妙 好聽的 好, 幸好是 船都好聽的 這個就是興文石林 上面好像是人頭 天然的切角形成的 地貌形成的 整個不是很高的 不是很高的 石林來的 就是兩層樓那麼高 你知道樓梯 兩層樓 頂峰三樓 它這個興文石林的特別之處 就是在於它有地貨 不斷有不同的改詞 椎瓜那麼大條 不得了 我也是第一次聽過 原來這麼多Version 好 這個又是石林 是啊 這個也很奇 奇形怪狀 奇形怪狀 它是風化設計 但它有這麼多綠 有草 全部好像手掌合起來 手掌合起來 然後最有趣的是又不是融洞 有些石林都是在融洞裏面 所以它特色這個 你知道嗎 今次我去了馬來西亞 去一個叫野鶴洞的地方 去宜保 裡面當然 當然我們有四個層樓 我走第一個層樓 我們整個層樓就結束 回頭 第二個層樓 第三個層樓 第四個層樓就玩水 它是上億年 但是後來我跟大陸遊客 那些說 他說這個比中國大陸更漂亮 很難領巢 你知道中國人 他說為什麼 因為那個 你知道它凡青這種融洞 它都有些 好像燈光 打燈的 他說馬來西亞打得剛剛好 你還會見到天然的東西 他說那些大陸有些過猶不及 打到 因為燈光效果太靚 反而看不到 本身比較 古樸的食 那些食物的面貌 是的 這個在地上打到 好像那些草 但是去到都很漂亮的 我相信 這些是以億年計的 造成這樣 是的 這個是什麼 上面應該有幾個字 這麼奇怪 赤水河 這條就是赤水河 這個是另外一個地方 赤水歸來 就是北漢部 這個主要就是看赤水 這個就是那條發源的赤梢 其實它都是流向嘉寧江的 這個河 其實這個赤水河 就是源於雲南的東南部 流過來的 嗯 哪一張 這個呢 就是赤水古城 嗯 但是旁邊已經有一個 廁所 它有千年的歷史 不過當然經過很多的修緝 那也有些唐宋時期的建築風格 那 沒有什麼特別的 這個古城 但是 什麼時候都是唐宋的 一千年前 一千年前 好 下一張 這個呢 這個呢 也是赤水古城來的 不過它是沿著那個赤水河 然後呢 它是一個 那些文堆裡面的 嘩 那個河近那裡 很大的鱷魚灘 那裡 那裡 那個河底 是啊 清潔 嘩 那些人住在這裡也挺有趣的 其實很古樸的 這裡很古老 這裡 有沒有雞叫呢 你覺得這麼古老 有啊 一定有啊 有什麼關什麼事 嘩 嘩 這麼奇怪 赤水呢 就是因為呢 它是 它這裡是一個很特別的 它是 叫這個瀑布 它這個是弧形的一個赤 赤 紅色就是赤 赤水就是紅色的赤 因為它是雅丹地茅來的 然後呢 它是很特別的那些 丹霞地茅 不是雅丹 丹霞地茅 然後呢 因為它呢 那些陽光射入一些石道呢 有一種好像反光的感覺 好像佛光 所以它這個呢 叫佛光 布 那也是 有一條很幼細 很絲落的瀑布 嗯 那麼它這個地方 其實也不是小的 這裡大 它是一個弧形 整個弧形的牆壁來的 是很少見到 這麼特別的一個 瓦丹地茅 好 石是紅色的 嘩 這個呢 這個呢 就是四棟溝瀑布 十丈樹瀑布 十丈樹瀑布 其實它整個尺水裏面 主要看很多瀑布 看六七條瀑布 那我就截錄了兩條 這個就是最大最大的瀑布 它特別之處呢 可以看水連動的 即是它很大的 你可以圍著它 兜個圈 然後呢 你可以從遠看它 上觀影台拍它 然後走到很近平台那裡看 亦都可以有條路呢 是穿過瀑布的後面 在水的後面 看出去的 所以它這個呢 簡直是有水連動的 那些 我想你找人來看 冷氣整個滴水 是甚麼原因呢 有兩滴 不是很嚴重 但是 怎麼會有甚麼 好 再去 這個呢 這個呢 就是另外 這個呢 就是另一條特別的 叫四棟溝 剛才那條呢 就很澎湃的 這條呢 就好像 即是剛才那條 十丈樹瀑布 這個呢就是四棟溝瀑布 就是好像很渺小 很萬不經意的 慢慢流 慢慢流 那都是要走進去的森林裡面 都是一些竹海裡面 十丈樹瀑布 四棟溝瀑布 它整個赤水呢 都是以看瀑布為主 看森林為主 還有看竹海為主 OK 天然的 這些全部都是大自然的 鬼虎神功 也是 但是熟南竹海呢 我去過 這兩個都去過 熟南竹海呢 是連 天然一點是嗎 寬落一點 都是天然的 但是就寬落一點 這條路自己窄一點 是啊 就是 好像感覺淫為修癖了一點 這樣的感覺 好 這個就是 是啊 這個就是 你看到好像淫為修癖那樣 就沒有一個 肯定是淫為修癖 肯定是淫為 很大規模 因為它其實就不關什麼事 很寬落 是它這條路那些 低級那些 就覺得淫為了 是啊 竹林那樣 咦 慈禧口 這個就是慈禧口古站 這樣呢 其實呢 這個慈禧口有段古的 其實它以前不是叫慈禧口的 它這個地方呢 叫龍忍鎮 因為它裏面有個叫營龍門 因為有個皇帝呢 清朝的皇帝 那因為呢 它是 明朝 明朝的時期 有個皇帝的孫 流落 這裡就是逃避戰亂 於是呢 在裏面有個寺院 仍然隱藏了五年 所以呢 當地那些人呢 就覺得 哇 這裡有個皇帝 為什麼會隱藏自己 就是被人追殺 嗯 於是呢 就叫做隱龍鎮 這個 那為什麼叫慈禧口呢 因為清朝時期呢 就明末 就因為呢 有個軍閥呢 就滅村 滅四川 就將九十百仙的人呢 四川人都滅了 殺了 張獻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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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兄弟呢 就來了這個地方 然後將了他們獨有的 那個做瓷器 做搖的技術 帶了在這裡 因為這裡 對面就是嘉寧崗 那於是呢 就開了廠 然後呢 就將很多的瓷器 就混了出去外面 就因而令到這個瓷器 這個地方呢 口呢 是因為是碼頭 那瓷器是因為這裡 做了一個廠 令到瓷器很出名 所以呢 就變了瓷器口 但是現在呢 因為其實70年代呢 因為瓷器已經沒落了嘛 那廠已經沒有了 現在變了就是一個 遊客的城市 那所以現在 你去到這個瓷器口鼓鎮呢 就是古色古香的石板道 但是呢 就沒有了那種瓷器 你看不到任何瓷器的了 在裡面沒有任何瓷器 但是 可能有人住的 都是 住家的 是的 但是就沒有了瓷器的了 已經 即是沒有人買瓷器 因為其實都沒落了嘛 工藝 就是有在那裡 但是就 不是重點 即是沒有廠 那些路 那些路都很難顧色顧色 是的 那些石板道 就是有一個坑渠 有坑渠 但是以前 可以說實話 以前 以前的城鎮 第二個就是厚煙青 第三個呢 就是凶臨空 OK 好了 問問題 糟了 我忘記了說要問什麼問題 好 我沒有那麼容易了 這次 有些人呢 難些 就現在已經在那裡答定 打定我們ABC 這次 這次不是這樣問 這次我要你講一個具體的答案 好 具體答案 填充 在剛剛 第六節裡面 我們去到這個重慶 第五節 第六節 第六節 去到一個地方 我們 去那裡看竹林 看風景 那個地方叫什麼名字呢 是兩個字的 不能選擇的了 是兩個字 你知道 你自答案已經知道 那個地方 第二個字 我提一提示 是個水字 對嗎 沒錯 沒錯 正確答案是什麼呢 Whatsapp 84811079 最快答對問題的三位朋友 第一個 就得到這個 皮疹症 第二個就得到厚煙青 第三個就是凶臨通 要自取的 價值260元 也是 對嗎 沒錯 我上個禮拜驗了眼 驗了眼 什麼事都沒有 是這隻眼 你同時叫我 說有點累 真的要注意一下 但是什麼事都沒有 沒有 沒有 暗斑病變 暫時都沒有 非蚊都沒有 但是我自己感覺到有少少 但是找不到 那 那 血又大有進步 OK Anyway 這個是什麼地方呢 秋水 上水 梯水 上水 混水 OK 熟水 OK 好了 下星期同日再做節目 這兩天都可以上游 記得上來買東西買月餅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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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怕